那天,卫英没有再去学校,下午也就两节课,她都请假了,反正她现在的心乱糟糟的,去了也是听不进去,下午,小家伙吃饱饭,爬进卫英的怀里揉眼睛,小嘴红红的,宝宝,困了,卫英没想太多,只当她是上午完累了,终于知道困了,她把人抱回房间,不用怎么哄, 她自己就睡着了,卫英又进了书房,有好几幅作品还没完成,刚好有时间,也趁机理理自己这纷乱的心,这一忙活,就沉浸了进去,回过神来,太阳都下山了,她捶了捶酸掉的脖子,这才惊觉小家伙居然没有来打扰,以前知道爸比在家,可是守在书房门口给她拍门的,今天这么乖了,该不会又出去玩? 想想又不可能,她推门出去,客厅里柳姨坐在沙发上玩手机,听见门声后把手机放下来,柳姨,宝宝呢,卫英环顾了一圈没见人,她还在睡呢,柳姨答得自然,还在睡,卫英心头咯噔了一下,顿时闪过不好的预感,她一把推开房门,急步走了进去, 床上的人儿安安静静的,卫英的心却发着毛,宝宝,卫英掀开被子时,一股热气扑面而来,孩子的脸是发红的,脖子也红,卫英颤着手握上人的小手,就像碰触到了一根烧得正旺的铁棒,滚烫一片,宝宝,宝宝,卫英抱着人摇晃了几下, 孩子安安静静的,卫英尖叫着,害怕到浑身颤抖,就仿佛置身于冰冷的地窖之中,四周近视未知的黑暗,宝母听见声音跑了进来,怎么了,宝宝发烧了,卫英慌得手足无措,眼泪哇哇直流,孩子的体质一向很好,少有的几次发烧也只是吃药就好了,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,被烧得悄无声息, 不哭不闹的,上医院,保姆的话提醒了他,卫英手忙脚乱把孩子抱起来,就像抱着个火炉,幸好,他还能感受到他的呼吸,否则,卫英就要崩溃了,我拿身份证,医疗卡,卫英抱着孩子往外跑,保姆拿上臂带的物件,宝宝,你笔下大笔,你要乖,不许这样吓我,卫英穿着脱鞋子差点打滑摔倒, 门被他撞得乒乓响,来不及穿鞋,他赤着脚跑出去,电梯还要等,他转头跑进了消防通道,蓝忘机听见声音出来时,正好看见保姆拎着袋子慌慌张张张出门,发生什么事了? 保姆一看是孩子爸爸,顾不上魏无邪会不会生气,一股脑泉说了,孩子发烧,都不会动了,蓝忘机一听,头皮都是发麻的,无尽的恐惧从心底蔓延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被小家伙扔进嘴里的鱼,他会不会是吃了进去? 但来不及想这些,听见卫英抱着孩子下楼了,他接过保姆手上的袋子,转身已跑进了消防通道,老人家走路慢,等他会耽误时间,他跑到楼下,看见前面的人抱着孩子,赤着脚,走得跌跌撞撞的,小家伙本就不轻,他追了上去,看见那张恐惧的小脸满是泪水, 把孩子给我,你去叫车,卫英看着他,迟疑了两秒,还是把孩子递了过去,然后把腿就往小区外跑,刚叫好车,蓝忘机就赶到,到了医院急诊室,蓝忘机把自己的怀疑,快速跟医生说明了一下,卫英文言,恍然大悟,原来这就是他虐待孩子的真相,或是把门关上,两人被隔绝在门外, 蓝忘机低头望着眼前,因为恐惧害怕而浑身哆嗦的人,光着的脚丫被沙石摩擦的泛了红,他把自己的鞋子脱了,递到人的脚边,卫英,把鞋子穿上,卫英低头,被泪模糊的双眼看不清,他这一低头,挂在眼角的水珠就,啪啪往下掉,蓝忘机即心疼又内疚,若不是他把孩子带出去玩,就什么事都不会, 卫英,不会有事的,你别怕,蓝忘机的安抚不仅没起到作用,那个被安慰的人眼泪掉得更凶了,伴随着滴滴的哽咽,整个身子都是颤抖的,蓝忘机伸出的手几番犹豫,试探着放在人的肩上,眼看人没抗拒,这才轻身上前,把人揽入怀里,卫英,别哭,都是我不好,我没看好宝宝,对不起, 怀里的人滴滴哭泣,握紧的拳头锤打在蓝忘机的胸上,力度不重不轻,更像是在发泄自己的恐惧,蓝忘机,若是宝宝有什么事,你一定会,后悔的,蓝忘机眼睛泛红,眼眶里水光在打转,他已经后悔了,早就后悔了, 从他把卫英送上车那一刻起,之后的每一天,他都在后悔内疚中度过,他把人抱得更紧了,这些年来,这是他们最亲近的时刻了,哪怕此刻的卫英只是脆弱到想找个人靠一靠,蓝忘机眼心满一足,两人相拥着,卫英从一开始的屋夜,到渐渐安静下来,两人都没有说话, 卫英也没有刻意推开抱着自己的人,一个人坚持太久,累了,他也想念这个怀抱,只是有太多东西在阻碍着他,面子,心结,过不去的看,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,卫英也想放过自己,可每每想起,自己被人抛弃后,在一国他乡发现腹中有宝宝,那种极高兴,又心酸无助的过去,当初就是在这家医院, 那天他拿着运简单无措极了,他可以放下面子,去求蓝西沉就蓝忘机,却做不到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,去原谅他,这大概便是,我还是很爱你,只是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毫无条件地爱你,以前的我,哪怕你伤了我的心,我也能像没事般沾上去,现在的我,只敢掂量着去爱,半个小时后, 急诊室的门推开,医生走了出来,卫英从人的怀里挣脱出来,急不迎上前,医生,孩子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发烧,大概率就是鱼池里的水汁太脏,鱼没有吃进去,但水被他咽下去了,幸好,家长对孩子的照顾比较到位,孩子体质好,抵抗力不错,发烧 是抵抗病毒的一种本能反应,不过,孩子发烧家长可得注意,再晚点送医,宝宝就烧坏脑子了,以后的当心,那宝宝现在如何? 蓝忘机急迫问道,烧还没有完全退下去,但已经做了紧急处理,你们先办理住院,刘姨观察,好的,谢谢医生,卫英摸了摸口袋,迷糊间才响起,他出门前什么都没带,刘姨说他带,刘姨呢? 资料在这里,你看这孩子,我去办理,柳姨没跟过来,我让他在家,蓝忘机时想到,多一个人跟着,还麻烦,卫英点了点头,没多问什么,只是看见某人光着脚的背影,才想起鞋子还在自己脚上,他动了动嘴唇,最终还是没把人叫住